素食店炸雞外皮酥脆 秘訣就是裹粉之後 要浸泡某種液體 請問是什麼 一 糖水 二 鹽水 三 清水 裡面的炸雞好好吃喔 謝謝 謝謝 我很好奇 我想問一下 很多外面的那種素食店 是 我有聽說他們都是用 就是先沾裹粉 對 裹粉之後再泡一個液體的東西 對 就變得就是外面很酥 然後裡面很juicy這樣子 很juicy這樣子 你知道這個秘訣是什麼嗎 當然知道 是水 水 什麼意思 我們在做炸雞的時候 會先裹麵粉 然後讓它翻炒之後 我們再沾一點水 最後再裹一次麵粉 然後再去油炸 因為相信老闆很了解這個 炸物的部分 對 可不可以跟我 就是偷偷告訴我一些 就是在家裡也可以做出 好吃的炸物的一些好方式 可以 沒有問題 那就去廚房 廚房喔 廚喔 老闆 第一個 麵糊 對 麵糊很重要 它是我們所有炸物的靈魂 靈魂 第一個 冰水 冰水 要讓它酥脆的關鍵就在這裡 好 第二個 雞蛋 第三個 麵粉 好 這個要用低筋麵粉 如果你沒有低筋 我們可以用小麥粉 它更香 我知道 對 好 我們開始製作 好 第一步的話我們先倒入雞蛋 一顆 冰水的部分我們是300 300cc 300cc 然後我們先把這個蛋汁 先打勻 然後蛋液跟冰水融合之後 最後我們開始下這個麵粉 麵粉要分兩次下 我們先下一半 不要一次下太多 對 好 一半了 攪拌它是它的重點 我們不能這樣攪喔 我們要用拍的 用拍的 因為你用這樣攪的話 它會起筋 起筋 起筋的話炸起來就會太膨脹 口感就會不一樣 對 就沒有酥脆的口感 那攪得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一樣可以用攪的方法 但是要用這樣 上下 輕輕的 對 輕輕的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攪到它全部都是融化在裡面 好 那我們再來就是下一步 這是我們準備好的雞肉 是 那骨頭都去掉囉 好 雞蛋 先稍微抓一下 好 讓它抹擦一下 把雞蛋裡面的香氣 跟它的一些水分 先鎖在裡面 然後這個是胡椒鹽 最後開來分 就讓它稍微 對...包裹起來 好 那這樣子要泡一陣子嗎 我們這邊要... 這樣子的話要放到冰箱裡面 要泡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好 才用那個味道吃進去 對 慢慢的吃進去 再來我們要開始 蝦 這邊有一個蝦 對 等一下我還要教你天婦羅 天婦羅 最愛 蝦子通常都是這樣子捲的狀態 炸蝦的時候他們都是直直的 直直的 那怎麼弄 等一下我會教你 天婦羅 讓蝦子變直直的秘訣 首先我們先把頭剝掉 頭剝掉 對 這個 然後再剝蝦殼 剝蝦殼 對 要留到最後尾巴的這一段 我們要留起來 來 剝蝦 這邊嗎 再來 我們有重點 蝦子最怕就是有沙線 那我們從這個地方 背的地方稍微輕輕的滑一招 不要滑太深 是 這裡有一個有沒有 髒髒的 看到了 把它挑出來 清洗一下 黑黑的 還有一個地方在這裡 它的肚子 肚子也有 肚子這裡有一個筋 對 它就是我們蝦子炸的時候 或在炒菜的時候 它會捲起來的關鍵 肚子的部分 這裡有一條就是黑黑的對不對 對 從第一個關節 第二個關節 第二個關節的地方 慢慢的 挑起來 有了 我們可以輕輕的把它 挑起來 如果順的話一次就可以全部 對一次就可以挑起來 對 第三個步驟 我們要下千刀 就是我們要下小小的 肚子朝上嘛 現在是 肚子朝上 好 它就這樣有沒有 這裡就很多腳一樣 好 然後最後 稍微壓一下 把它壓直 你在壓的時候會有 啪啪啪啪啪啪的感覺 對 那就是 它那個筋已經斷掉了 好 那我們再來就開始準備 炸了 炸 好 那我們首先先沾蔬菜 那蔬菜的部分 我們先拍麵粉 好 先拍薄薄的麵粉 包括蝦子 蝦子也同 對 都我們先薄薄的麵粉 然後這個地方 好 剝乾淨 就薄薄的 對 薄薄的就好 然後放進去 蝦子我們裹一下 尾巴把它攤開 喔 尾巴攤開 對 等一下子 會比較好炸 好 最後 肌肉 肌肉 醃好的肌肉 我們直接下 喔 直接下 對 直接下就可以 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炸了 開始炸了 我們先測油溫 油溫有沒有到 滴下去 有沒有 馬上它就浮起來 馬上浮起來 對 表示這個油溫夠了 那我們就要開始關 關到中火 中火 蔬菜 我們剛剛裹的這個地方 對 輕輕的 放下去就可以了 我們先稍微炸一下蔬菜 大概五分鐘嗎 不用 大概兩三分鐘就好 什麼 因為我們要炸兩次 第一次讓它定型 第二次讓它酥脆 好 可以了嗎 對 我們先撈起來 第一批 對 看起來好好吃喔 好 放到這邊稍微瀝個油 好 瀝個油 對 再來 最難最難的地方來囉 炸蝦子 炸蝦子油 油溫要稍微再高一點點 再高一點點 大概讓它會比剛剛 再更快一點點 好 看喔 可怕的時候要來了 為什麼要這樣子 就是我們外衣酥脆的那個我們 慢動作來教學 好 衣服先弄好了 是這樣子弄 對 火 把它包起來 然後 你炸一下 它就是一隻漂亮的炸蝦 來 放給你 原來炸蝦是這樣子做的 對 準備... 準備它的衣服 對 因為它... 來喔... 熱 先把它包起來對不對 對... 對了 不敢包... 對 包起來... 包起來 尾巴張開 算了...好燙喔 這個是... 技法的所在 一樣 我們先把多餘的發燥 多餘的衣服都先撈掉 對 原來炸蝦這麼麻煩 對 這麼有難度的 對 趁炸蝦在炸的時候 我們把剛剛的蔬菜 全部丟下去複炸 讓它酥脆 還在燙 原來是這樣子 甜蝦肉也有這麼高竿的 然後開大火 讓它逼油 把油分吸出來 好 我們看它的泡泡有沒有 對 很大顆 很大顆 表示它的水分開始在... 跟油開始在釋放 把它往外逼 比方我們吃起來 就是酥脆 對 更酥更脆 好 準備液油 好 那這個我們的天蝦肉 就已經炸了 再來 好 炸雞 炸雞 炸雞的話我們就保持中火就可以了 中火 一樣裹著面加 直接下去炸 好 炸雞大概炸幾分鐘 大概炸四到五分鐘 四到五分鐘 對 然後我們就稍微慢慢的炸 好了 炸雞跟甜蝦羅 對 那是蔬菜好了 蔬菜好了 我最喜歡茄子 開動 這個果肥好好吃喔 真的是薄薄的一層 真的 真的一包包包包包 然後裡面的那個 茄子 茄子 水分過多 裡面是很嫩的 很juicy的 那你就吃 蝦 蝦 這應該是我的喔 這應該不用猜 這是巴黎走秀的吧 對 那個他的衣服很特別 對 走太簡面了 比較前衛一點 對 吃起來 雖然你沒有火上去 但是他咬到還是會卡滋卡滋 他的筆有夠酥的 超好吃的 炸雞 裡面好多汁喔 對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醃完之後 醃三個小時以上 他把那個 所有的調味料都吸進去 包括淡汁的香氣 真的 大家學會了嗎 這個其實很簡單啦 冰水啊 還有不要攪拌啊 還有那個 輕輕的 輕輕的飯 就可以炸出來了 好不好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非常好吃